謝謝 謝謝 那個1800那個是millimeter 是那個厘米 我的身高 那我的演講當然一向都是靠大家用手機掃這個QR碼 不過我們在這個場地有一個特殊的限制 就是大部分的基地台在這邊的收訊不是很好 那所以大概就是只有能夠登入這邊的Wi-Fi 或者坐的比較後面一點的朋友反而有特權 因為連得到 無論如何 如果你連得到網路的話 可以掃一下這個QR碼 那如果你有用Line的話 家朋友的那個地方也可以用 那你會看到跳出一個視窗 然後按下那個視窗就可以了 如果一直掃不到的話 那也可以手動的建入slido.com 然後輸入11020-號不用輸入 不管是用掃QR碼或者是輸入11020 都會進入同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如果有人已經進去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就是打個招呼啊 說個早安啊 而且已經不是早安了等等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聊天室的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說它是匿名的 也就是說大家舉手問問題 有時候都會打個折扣嘛 要保持禮貌什麼 那但是因為大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你想到什麼就真的可以問什麼 這是它的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就是說它可以按讚 也就是說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要按讚就可以了 讚的數量如果比較高的話 就會浮到比較上面 那比較上面我就會知道說大家比較想要聽這個題目 那我就可以比較早的來回答 這個就跟我們在一開始V台灣 後來Join平台是靠大家連署的那個數量 來決定說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最關心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就即時的來回應這件事情 好比方說最近在Join平台上面票數最高的是 學習歷程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廢除 因為造成很多高中生的麻煩 這個我們就趕快來處理 那在此之前還有什麼塑膠吸管造成海龜的麻煩 我們可不可以要來廢除什麼之類 就是說都是靠大家自己就是連署按讚等等 那這個也是一個我覺得我們民主的深化的體現 不是說每四年才上載三個位員就是投票了 而是說我們每天都可以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已經有很多朋友已經上來已經看到21位朋友們說 嗨 午安 早安 這個 早安 Alan早安 Joseph早安 好 很高興見到大家 Hello 台大自管贊不贊 好 贊 OK 好 OK 好 了解 然後請問我最喜歡這個魔法風雲會裡面的什麼顏色 我以前打這個魔法風雲會這個套牌的時候 大概都是藍色 這個是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的顏色 然後 台大好 然後因為你看我穿這個衣服 我其實平常都是穿黑的 灰的 白的 那但是除此之外我也會穿深藍色 那為什麼呢 因為深藍色裡面是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我們聯合國2015年就是人類共同的目標裡面 它象徵著就是促進所有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也就是說當有人問我到底是藍的還是綠的還是什麼 我就會說我是17個顏色 17個顏色都是 那藍的部分就有深藍 夥伴關係 淺藍 公平正義和平 更淺一點海洋生態跟接近水資源 那深綠的部分呢想必就是氣候變遷的對策 減緩全球暖化啦 鹿魚生態呢 還有這個健全生活品質啊 那但是亮黃色這個永續能源啊 工業化啊 這些都非常重要 但是因為我自己的工作就是作為數位政委 其實主要還是在第17項 那大家其實如果是看ESG投資 或者是有做過GRI報告的話 其實這17項應該是耳熟能詳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全球共同的語言 但是其實在裡面有非常多細項的指標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那我的工作的具體的impact 它對社會造成的正面的影響是什麼 那我就會說那你可以用這三個指標來衡量我的工作 那這個就是17.18 就是我們有多少跨部門 大家彼此互相能夠相信 有點像分散式帳本那樣子的 能夠reliable就是大家可以依賴於它 可靠的這樣子一種資料 那這種可靠性不是靠大家相信政府 政府說了算 而是說像如果大家有去藥局用過那個健保卡 口罩生命值1.0的話 是靠每一個排隊的人 他排隊一面排隊一面刷手機 然後他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你手機上面不管是疾管家還是口罩地圖 他那個庫存馬上就減9 一開始減2 因為那時候口罩不太夠 無論如何 這就是一個參與式驗證 分散式的帳本 140個不同的帳本 都在那邊記錄了每個藥局即時的庫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reliable data 不是靠大家blind trust 不是盲目的相信政府 而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式驗證 說我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為什麼這個藥局 它的庫存還沒有減9呢 如果它反而加9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1922 表示說這個系統出了問題 所以這個是資訊技術 為什麼是深藍色 就是17.18 它是reliable data的顏色 那有了這個 才有跨部門的夥伴關係 有了跨部門的夥伴關係 才有開放式的創新 就是說我們這樣子這一套 我們二月初上線的時候 韓國的一些公民黑客 他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棒 最年輕人好像才15 所以我跟他視訊過 他們就去先說服首爾氏 後來說服全韓國的藥局 也採用我們這一套系統 所以在韓國第一個運作 在三月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台南人 江明宗寫的 雖然江明宗不會講韓語 但是他會講JavaScript 所以就幫他們寫了 這樣子的一套城市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就是不管是 魔法風雲會 或者穿著的衣服等等 大概都是第17個 永續派目標的顏色 那又有一位朋友 希望我講台大資管讚 好 台大資管讚 非常棒 好 對 那 好 這個 我想大家可以就是多想一些 比較serious的問題 不然的話我就會一直相承 好 那有一位朋友們問說 我們科技領域有沒有什麼 對大陸政策的主軸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問的是澳洲大陸 還是美洲大陸 那可能是南極大陸 我們對南極大陸好像沒有什麼主軸 對於PRC北京方面 我們現在的基本想法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同樣的一個字 它在他們那邊的用法 跟我們這邊用法有點不一樣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就是必須要把這個字的定義 把它講得很清楚 好比像說我昨天才去APEC APEC我們有一個就是領袖CEO 什麼論壇 我跟紐西蘭 然後還有跟Bloomberg的記者 還有跟Facebook的Milner 在那邊對談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同樣的字在台灣跟紐西蘭 是一個意思 好比像我們講transparency 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政府對人民透明 這個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是在PRC那邊講transparency 那反過來的意思 是人民對國家透明的意思 那對 或者是說 很困擾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 對 那或者是說同樣是AI 那我們這邊AI它其實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能 我們在這邊有討論過很多AI倫理 什麼相關的問題 那大家的基本的共識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它是好像輔助科技一樣 像我戴這個眼睛 它是輔助我眼睛看得比較清楚 我阿嬤88歲 她戴個助聽器 是因為她要聽得比較清楚 輔助科技它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alignment 就是說它要以那個人的尊嚴 作為最基本的一個價值 不是說我眼睛看一看 就出現一個蓋板廣告 那這個就不是有 對跟我價值沒有alignment 那第二個就是accountability 它必須給得出膠帶 就是說如果眼睛壞掉了 助聽器壞掉了 怎麼樣壞掉了 那不是這個人要去配合這個科技 是這個科技應該要趕快修好 來配合這個人 那舉例來講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口罩實名制 不是說即時可以驗證庫存嗎 但事實上2月初 剛上線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alignment 為什麼呢 是因為有一些鑰匙 他們採取一個方法 叫做發號碼牌 也就是說他們在早上9點以前 就是先收了這個非常多張健保卡 然後去換號碼牌 然後跟大家說 就是你到傍晚6點再拿這些號碼牌回來 然後我把健保卡還你 然後口罩給你 那這樣子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可以縮短排隊的時間 因為他們對我們的系統 不是很有信心 其實我們已經改成刷一個卡非常非常快 因為他們是用慢性連續處方間的那種 刷卡速度來揣響 所以覺得說一定會大排長 所以趕快發號碼牌 可是發到號碼牌之後 口罩地圖就失效了 因為我們在口罩地圖上面看起來 就是它庫存一直都是滿的 然後它中午休息的時候 要是慢慢來過卡 然後庫存忽然掉到底 那但是在這個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它明明號碼牌已經發完了 但是大家看地圖覺得還有 那這個時候就會打電話去騷擾這個鑰匙 然後甚至去排隊 然後排不到就會很神奇 排桌子之類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就算是最想要幫助大家的 輔助式的技術 一開始還是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就是accountability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如果給不出交代 我們如果是說這個系統就這樣 不用隨便你等等的話 那我們指揮中心就會立刻失去 所有鑰匙的信任 那但是鑰匙是社區信任的人 我們這整套東西都是靠著 社區信任的鑰匙來達到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失去他們的信任 所以我們必須要馬上出來說 我們不敢自以為是 真的很抱歉 那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立刻來改系統 那我們立刻在系統上面 多兩個欄位 一個是他發號碼牌的時間 一個是零口罩的時間 好 那這個就暫時解決一部分 那後來也有鑰匙告訴我們說 他們發號碼牌的時間 這個不固定 因為他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來 而且他們人手的不是很足 所以他們希望是說 無論什麼時候發完號碼牌 那個時候給他一個按鈕 他按一下就要消失在地圖上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再有人打電話 去跟他這個抗議 那如果我們不寫這個系統的話 其實那個鑰匙就住我家的父親 他在門口用很大的A4指 用標凱體貼 不要相信APP驚嘆號 所以那個驚嘆號 還有一張A4指非常大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的責任就是在於說 第一個我們認錯 就是對不起 我們不敢自以為是 第二個我們馬上可以出來 下個禮拜四 馬上來找你的意見蓋 你行你來嘛 開門招聚 所以後來經過了三個禮拜之後 所有這些鑰匙的意見 都變成我們 客座生命值1.0系統的 所有的feature request 然後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真的有省到時間 就比較開心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是 自以為是 覺得說我們有alignment 但是不願意給出交代 不 accountable 那這樣子的話 很快我們就會失去 跟鑰匙之間的信任 我只用這一個例子來表達說 我們所有的這些AI 都是在輔助這個社會 不是要求社會來配合AI 那但是在PRC那個方面 他們有時候講AI的時候 指的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說讓威權主義的政體的 中央政府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資料 甚至他們拿中央政府的一些標語 其實中央政府 也還沒有實作的東西 好比像說社會信用 然後在每一個省政府 自己又在收更多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演算法 凌駕作用法 因為就是在他們法律裡面 並沒有寫說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就莫名其妙變出一個AI系統 然後就變成可以這樣子做了 所以我們對這個PRC方面的 很多科技政策討論上面 我們就是要不斷地來釐清同一個字 在我們這邊意思跟他們的意思 好像是相反的 然後我們不能失去這個話語權 我們如果失去這個話語權的話 很容易就被背道而馳帶著走 那所以這個也是 我覺得也蠻好 是我們叫什麼 對抗式生成網絡對不對 現在Deep Learning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就是說這個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我們就要這個道高十丈 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進行科技政策討論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全球疫情很嚴重 促使各國必須要更積極地說的話 但是台灣因為防疫成功 但是因此 大家對於數號的迫切性反而不高 政府應該要如何突破這個落差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是讓越偏向越先進 也就是說我們在一開始 就是疫情嚴峻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最受到損害的這些朋友們 其實就是平常沒有數位習慣的這些朋友 好比像說反過來講像電商 像那時候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我的午餐 我的晚餐 全部都是用無接觸外送 本來是用這個 我很喜歡的一家叫Deliveroo 後來它倒掉了 只好用UberEats 不過它也是台灣公司的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用了這樣子的無接觸取餐之後 那個人情味完全消失 就是我也不會看得到餐廳的老闆 我連外送員都看不到 他放在我們口頭櫃子上他就走了 然後我就再打開門去拿 那相信我也不是唯一的一個 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這種保持聚業的方式在互動 那所以我們就看到電商這種外送什麼 就是節節上升 他們的這個營業額非常非常高 那但是大家慢慢就喪失掉那種 在夜市 在小吃店 Retail 這些Catering等等的這些的習慣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第一個我們要幫助他們數位化 就是說讓他們也理解到說 就是幽靈廚房這種事情 在最嚴峻的那兩個月 說不定是就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來客就是會變少 但是第二部分 我們也用數位來配合社會 而不是要求社會一定要全部數位化 所以我們就發行了那種 就是你必須要出門才能夠用的東西 叫做三倍券 那一開始也是被批評 說這個很不方便 一定出門才能用 那即使你刷三千零兩千 你也得出門刷三千 在家是不能夠刷三千的 但是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像日本發了這個很多錢 但是所有人都存起來 然後淨消費反而減低 它事實上是沒有達成這個效果 那我們這邊的一個效果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花了一千塊 所以你大概一定會去用 那第二個是說 這是養成一個新的習慣 就是讓大家面對面 然後說你辛苦了 最近兩三個月知道說 這個你生意差一點撐不下去 來挺你 來支持你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上面再去加成 所以我們並不是為了數位化 而數位化 我們當然在發三倍券的過程裡面 用了非常多的技術 很多是從口罩實名制的時候來的技術 比方說線上的訂購的部分 就是當時口罩實名制訂購系統 健保快一通的身分認證系統 郵局也有郵局地圖 他們第一天也是發現非常不準 但是因為要是測了那三個禮拜 所以我們就把它減低到三個小時 就校準了這個系統 所以後來郵局的三倍券地圖 非常的穩定 那這樣的情況下是 數位來配合大家 而不是要求大家 一定要適應所謂的數位化的指標 那這個是我們在發展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並不會盲目的去衝KPI 像行動支付 我們衝的KPI是 哪些地方可以用行動支付 而不是哪些地方 大家一定去用行動支付 我們如果要去拼 大家一定用行動支付的比率 我們只要做兩件事 一件事情就是說便利商店 不准裝提款機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們不抓偽鈔 那只要這兩個政策一下去 一年之內行動支付率就百分之九十幾 那但是這個沒有意義 這個是我們去模擬那種非洲 就是非常落後地區的狀態 然後讓大家本來已經很方便的東西 變得不方便 然後來讓行動支付的這個趴數變高 但是這其實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我們其實是讓數位來符合大家的世界需求 所以我們不要突破這個落差 我們不要像就是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 他們犧牲了很多沒有寬頻網路 或者沒有設備的朋友的健康權 或者是學習權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慘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並沒有因為要配合這個指標 然後再加深這個社會的對立 或者是不平等 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鄉親問台灣的軟體產業 怎麼樣像半導體產業那樣子有影響力 政府能夠做什麼來幫助它 因為我自己是寫軟體的 所以我覺得軟體產業這四個字 就是對我們寫軟體的人的一個限制 因為軟體其實是服務業 它其實不是任何意義上面的產業 而且它大部分的服務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不斷的alignment 就是我們一直走轉一直走轉 試著來配合大家的需要 然後以及我們要accountable 就是說大家隨時有一個新的要求 而我們的軟體不能做到的時候 我們至少要有一個API 讓大家能夠去接上一個能夠audit的 或者是能夠把它的功能擴充的 或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就是接口 有點像插座那樣子 所以API over KPI 這個是我2016年上任之後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以後政府在建立任何網站的時候 我們跟這些系統整合商都是說 你還是可以寫沒有問題 你寫你的系統 但是就好像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網站 它只有明眼人能夠看 而盲人不能夠看 沒有那三個冒號的話 那這個廠商會被DQ 就是說它以後就不能來投標 因為它歧視盲人 那但是當時我們就改了那個 就是採購的合約說 如果你建築出這樣子一個網站 竟然只有人類能夠來跟它互動 但是機器人不能跟它透過API互動的話 那你就是歧視機器人 你也會被DQ 那當然不是真的寫歧視機器人 但是意思是這樣子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用API first的方式 來建築我們的公共服務 這個真的是立竿見影非常有幫助 如果在座有登山的朋友的話 可能知道說以前我們要去登山申請的時候 要抽籤的是山屋 然後有的要排隊 有的是入山許可 有的國家公園 警政署 內政部什麼之類 大概要跑這個四個不同的櫃台 就是虛擬的櫃台 不過如果你是就是只會講英文的話 還真的得跑實體的櫃台 不然只有傳真機 總之是在一個非常荒涼的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每一個權責機關 它只能管它自己的夜管的範圍 但是我們如果是零櫃去跑流程 那我們和屬辦公 至少可以認識四個櫃台的新朋友了 但是如果是你要上四個網站 重複填報的話 除了就是覺得心情很不好之外 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別的感受 但是因為我們透過這個API over KPI的方法 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了一個叫做 hack.taiwan.gov.tw 那就是台灣登山申請一站式服務網 其實你一打開這個網站之後 你只要按一座山說我現在要去爬這座山 它就好像一個旅行社的一個代辦一樣 幫你去連回後面那些網站的API 一次就幫你把四個不同的系統 全部都就是申請完畢 但是我們也沒有拆掉本來的網站 所以資深的山友如果習慣用本來的界面 還是可以用本來的界面 但是我們前面的這個一站式 特別就是對於外國朋友等等來講 這個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可以再去做對話機器人 再去做AR、VR 再去做隨便怎麼樣子的應用 所以像這種API over KPI 其實跟傳統那個產業產品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因為產品你做的時候 它就是到客戶手上了 但是API的話 其實是我跟你中間的一個信任關係 我不斷能夠引起你的信任 然後讓這個API越來越及時 越來越能夠發揮之後 你自己就可以把它做出各種各樣子的變化 那我覺得政府能夠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說我們自己在採購的時候 就要自己領導啊 就是用我們的所謂的GDSG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去用這種以使用者為中心 API first這樣的方式來建置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確保說 所有這些新創的這些朋友 它可以建立在這些SI的基礎上面 有些SI就是系統整合商 已經做得非常好的 像我們的民生公共物聯網 它對這個基礎的系統都真的非常好 那或者像官方網路一開始做那個報稅系統 雖然界面被用Mac的人說難用到爆炸 但它那個底層真的是 後段真的是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不是說 好像新創去跟舊的SI去互相競爭 而是舊的SI去給它一些API first的一些接口 讓新創能夠在上面發揮 然後一起創造出更好的體驗 像報稅軟體 就是有一個那個新創的一個主持人 叫做卓志遠 他提案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然後我們就跟它一起做出新版的 2018年的報稅軟體 真的就沒有難用到爆炸了 但是因為那個是API first 所以後來接到機關署的 健保署的API之後 就變成我們的線上買口罩的系統 後來又接到中氣處的API之後 就變成買三倍券的系統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用一次之後 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 額外的延伸的這樣子一個利用 那這個是政府具體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電子身份證的資安的應對 這裡講的應該是我們明年 要小規模失敗的那個數位身份識別證 那大家要在問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想要先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每一次都一定會秀的一張簡報 這張簡報呢字非常多 然後而且也非常不容易看懂 那但是呢因為我有畫重點 所以我就只念重點好了 重點是這樣 我們在執行任何機關的業務的時候 其實查驗正面的這些資料 就已經可以辨識真偽跟個人身份了 任何機關機構或者是民間組織 都不得強制要求讀取晶片 讀取機讀碼 或者是讀取背面的卡片訊號 簡單來講就是說對我們來講 再也沒有什麼身份證背面影本這種事情 這個概念以後就會消失 這個概念以後就跟信用卡背面影本一樣 是荒謬的概念 那我想如果有人要你的信用卡背面影本 你大概不會給它 因為後面有CVV2 就是你的那個三碼 密碼 如果你給了它的話 它就可以隨便幫你刷卡了 那所以身份證背面也是一樣的 所以身份證背面 我們現在就是基督碼 晶片跟卡片訊號都在背面 正面是完全光學的 就是跟紙本的身份證一樣 那就算你用一個3M的便利貼 我沒有特定廠商業配的意思 你用任何一種便利貼 去把你後面的基督碼序號跟晶片貼掉 那它就變成一個相當於紙本身份證 而且沒有人能夠逼迫你去把這個便利貼撕下來 如果有人說不行 你一定要撕下來 我一定要用晶片來讀的話 你就可以說它違背了 國民身份證及互口名不格是內容 只發相片影像檔案 監製不管你的辦法 那這個是已經完成預告的 的這樣子一個草案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資安這其實是很多 是兩方面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 當然我們系統要監製得好 但二方面它是個人的信心的部分 個人的信心的部分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 不管什麼原因沒有信心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用便利貼 把後面的那三區貼掉 貼完之後你就是一張紙本的身份證 它跟紙本的完全一模一樣安全 但是它比現行的紙本身份證 還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上面沒有別人的格子 現在的紙本身份證背面 有你的這個就是雙親的名字 那還有戶籍地址 配偶的話還有配偶的名字 那所以就是說 你每次換證啊 停車啊什麼的時候 你都是在把別人的格子 也給對方 就算你非常信得過警衛 但事實上你是在幫自己的家人 泄露他的名字給警衛 那當然我們知道警衛 都是非常值得相信的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就是盡可能減少這種 他人格子的暴露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 別人的名字 就是父母親的名字 配偶的名字 都已經從新的這個身份證上面 已經完全消失了 不過也因為就是有一些 朋友們的lobby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結婚還是沒有結婚 這個還是存在的 那但是就是你自己的個子 有結婚或沒有結婚 並沒有是別人的名字的情況 所以大概這張簡報 已經可以回答絕大部分 目前大家對於這個資安的議題 那其他的部分 就屬於資安專業的部分 資安專業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做end to end testing 我們的end to end testing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白毛駭客 然後想要來試試看這個系統的話 那我們就會讓你有限換發吧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測說 這張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明年其實我們這樣子測試 會到整個就是大家都覺得安心了之後 才有全面換發這件事情 那但是我們在前面的這個測試 如果真的碰到任何問題 甚至只是使用習慣上的問題 或者是卡面它的layout的問題等等的話 反正講嘛 那我們開門造局 那你請你來嘛 就跟當時說 報酬體難道到爆炸的朋友一樣 就是如果說 新版的數位身分識別證 某個程度或某個功能難用到爆炸 那我們就會馬上送一張邀請函 那你就一起來這個創造 我們比較新版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是目前我們這個應對的方式 那還有就是說很多人會以為說 就是身份證一定會整合三人品證 但是現在基本上已經不是這樣子 就是像我 我換發的時候我一定是拿兩張 就是OSN身份驗證的部分是一張 OSZ就是相當於電子簽章簽名的部分 我拿另外一張 那兩張是可以分開拿的 那我如果哪一天改變主義 我想要兩卡合一 我也不會回戶政事務所付它 就是公本費讓它幫我兩卡合一 雖然我有這個選項 而是我會用一個魔鬼扇 把它粘在一起 這樣子我隨時想要 就是拉開來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說只要善用便利貼跟魔鬼扇 很多這個類比的工具也很好用 我不一定要用數位的工具 有六位想要問說 請問對於雲端平台 以及儲存的傳輸 以及數據安全 台灣的政策看法是怎麼樣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在以前 在資安上面 我們為什麼像Fintech 大家知道說Open Banking 很多銀行理論上 我們把API SPAC都開出來了 但是它比較不是那麼願意 去跟新創的公司合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如果資料提供給對方 而對方的資安防護等級 比它弱的話 那整個生態圈裡面 是以最弱的那一環 會讓最強的這一環背鍋嘛 就是它要承擔全部的風險 那人家去承受全部創新的好處 它承擔全部資安的風險 這種聲音大概也 比較少人會願意做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雖然這個API SPAC等等都在那邊 但確實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對於儲存跟傳輸上面 但是其實如果這些新創公司 它只是要去做統計性的分析的話 其實它不一定需要RAWDATA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一個隱私保護技術 也是在今年比較成熟的 就是剛剛講到對抗 是深層網路所做的合成資料 合成資料是什麼意思呢 它比方說 你要用健保資料庫的大數據 去算說中暑除了氣溫之外 還有什麼factor 太陽照射什麼之類的 那用這個 其實你不需要任何個人的病例 所以你只需要統計的資料 所以現在運用合成資料技術 大家有沒有吃過素肉 就是那種用蒟蒻做成的生魚片 或者是用什麼豆皮 還是什麼東西做成的肉 在以前的那些技術 還不成熟的時候 你一吃就知道這個是蒟蒻 或者就知道說這個是百葉豆腐 它雖然眼睛告訴你這是肉 你吃下去就知道不對勁 但是現在的這個合成肉技術 已經突飛猛進 不但有像未來肉這種 就是吃起來跟牛肉 沒有兩樣的東西 現在甚至在連鎖的鍋貼店 也有新豬肉這種 就是你吃起來就是跟豬肉 大概已經八成相的東西 以後還會更進步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合成資料就好像合成肉一樣 你只要按一個鍵 就可以合成兩千三百萬人的 健保資料 全部都跟你沒有關係 反正這兩千三百萬人 都是模擬市民 根本沒有一個人是真的人 那你還要那沒有關係 兩億人 二十億人的資料 都可以合成出來給你 每一個看起來都像模像樣 但是這個就是生成這個 合成資料是完全看不到 本來的RAWD 它只是在跟中間的另外一個AI 是在那邊玩猜謎的遊戲 然後只要中間那個AI 已經分不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就表示說這個肉吃起來跟真的肉一樣 那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不需要去看到RAWD 所以其實大部分統計性的 特別是探索性的學術的研究等等 現在我們都可以用這種高速的運算 合成出這樣子的資料 合成資料之後 它就可以既保持可用性 但是又不會有各自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數據安全的部分 那傳輸安全的部分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現在今年也有一個 今天因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訊研討會 所以我就簡單講 而且我還沒有想到 跟那個未來肉一樣好的比喻 所以大家也幫忙想一想的東西 叫做全通態加密 全通態加密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我手上有一份資料 我本來做一個運算 我可以得出運算的結果 但是我沒有那麼大的計算能力 所以我先把它加密 加密之後之後我解得開 但是我交給你 交給你之後你有CPU 你有GPU 你可以做運算 你運算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裡面的資料 但你還是可以做運算 運算完之後 運算出來的結果也是密文 但是你把運算結果給我之後 我只要一解密 它就跟我本來如果我自己算的結果 一模一樣 這個是非常的神奇 幾乎有點像是量子力學那樣子的東西 在現實生活中好像沒有跟這個相像的東西 但是因為有全通態加密技術的關係 所以其實資料的儲存跟資料的運算 其實就像以前那種 你必須要完全相信它的資安等級 才能夠交給它算 以後慢慢就可以放鬆了 你可以不相信它的資安等級 你只相信它有很多CPU GPU 你還是可以拿給它算 因為拿給它算的是 只有用你的自然品 才能解密的那個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未來這個政策 我們就可以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子 在可用性跟各自隱私安全保護上面 去做一個取捨 沒有什麼取捨可言 就像台灣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不是把大家的健康 跟大家的人權去做取捨 不是這樣子 而是靠大家戴口罩請洗手 養成好的習慣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既促進經濟發展 但是大家健康也不受影響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向 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成立數位部或者會隨便的看法 數位專責機關的看法 以及未來的角色 目前在院裡面 目前正在籌劃數位專責機關 當然主責的是人事行政總處 因為主改大概都是人事行政總處 石南傑老師 那郭耀皇政委 目前正在幫忙 就是把所有的各個其他的部會裡面 未來說不定可能要移交到 數位專責機關的這些業務 去進行一個詳細的盤點 那我在這裡面的角色呢 第一個是可能一個溝通者的一個角色 就是確保說 當大家在講就是各自不同領域的一些術語的時候 OK 轉譯成就是彼此比較聽得懂的這個術語 就是演算法跟作用法之間的這個轉譯器 那另外一個也是為什麼我叫做數位政委 就是數位是不止一位 所以未來就是有一些需要集思廣義 需要集思廣義數十位政委 數百位政委 這些朋友也可以透過就是我的office hour 或者是我們這一類slido的演講 或者像剛剛提到的V台灣 Join平台這些consultation 其實我們最近的那個向山致敬 以及向海致敬 這些都有經過我們在V台灣試過的一個 叫做police 我們police這個系統 它已經變成我們的二級網譽了 police.gov.tw 然後像我們向海致敬 就是在斜線Ocean 那到了斜線Ocean的時候 今天因為就是網路速度的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秀細節 但是大概就是說 我們把一個大的政策 切分成一些比較具體的一些面向 好比像說 怎麼樣讓海域油氣的資訊能夠透明 怎麼樣子讓大家能夠負起該負的責任 怎麼樣讓環境交易能夠落實普及 怎麼樣子確保說這些海域的建設等等 是能夠維持永續的平衡等等 那在這些題目上面我們問大家說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這個想法呢 就像slido一樣 是不能彼此按回覆的按鈕的 因為如果像臉書一樣有個回覆的按鈕 還會自動帶出對方的名字的話 有時候討論這種公共政策的議題 就出現一群人他們是專門打臉都不打輸 只是臉書的功能只用一半 就是去做那個人身攻擊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個討論就失焦了 那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回覆按鈕可以按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跟在slido一樣 雖然我們說這個向海致敬 歡迎您提供意見與看法 但是就好像我們在2015年 就是最早的那一次uber的討論一樣 那一次的討論 我自己也有提出一個意見 然後大家都蠻喜歡的這個意見 就是說不管這個uber最後 到底要不要合法化或怎麼樣 但是坐在後座的那個乘客的人身意外保險 他必須要能夠保險 不管怎麼樣意外險 你總不能說你坐上了uber之後 出了車禍你自己要就是負全部的責任吧 這個是不work的 那如果你同意我的這個看法的話 那你的這個avatar 就是這個藍色的這個圈圈 就會向我稍微移動一點點 那你如果不同意我的看法的話 你就會稍微往外面移動一點點 那你又會看到別人的感受 然後你又可以再同意不同意 慢慢你就會移到 跟你的看法比較像的一群人裡面 但是因為沒有回覆按鈕可以按 所以就跟slido一樣 你沒有辦法做人身攻擊 所以大家就只能提出有建設性的事情 然後慢慢就收斂到 納稅 納保 納管等等 後來我們變成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等等的這些想法裡面 我們每一次不管是 鄉山致敬 鄉海致敬 或者是這些大的政策的consultation 到最後都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意識形態的部分 可能只佔百分之五 那這部分我們就放著不管 但是絕大部分那種很實際的那種論點 其實絕大部分 不管它所謂的政治理念 政治光譜 政治陣營是什麼 在這些很實際的事情上面 其實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這個 我們叫做rough consensus 就是粗略的共識 直接把它變成我們制定出來的 就是國家的法令 那這是跟我們在網際網路的標準制定上面 其實是一個完全一模一樣的流程 就是叫做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流程 所以我們在上海致敬上面 你看也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這個海域的透明什麼之類 從頭到尾只有一個 是大家就是非常controversial的一個題目 但如果是在別的留言板上面的話 這一個就可以吵很久 那但是就是左邊的這一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立刻就參財變成政策的 這個是說海域垂吊的與眾無需限制 那這個是非常controversial 那但是所有其他部分都是立刻 我們可以參財成政策的 所以我角色大概就是一個溝通者的角色 去確保說我們在就是自己想事情的時候 總是有所遺漏的部分 就像剛剛的實名之隊要師的例子 那未來如果大家對就是數位相關的 這樣子一個專責機構 有任何相關的想法的話 我們未來也是會透過像join平台這些方式 來就是征集大家的意見 那也希望到時候大家不令指交 好 那有七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許多政策是說要給年輕人機會 那麼中年人跟年長者 難道就沒有機會了嗎 難道就只剩命運嗎 好 OK 應該不是這樣子 大富翁玩太多 對 OK 好 我們其實在我自己的辦公室 就仁愛路三段99號 離這邊並不遠 它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地方本來是空軍總部 本來是這個有很高的水泥牆 看起來門禁森嚴門口還有戰衛兵 那後來我們就這個 氣上家鄉的紅磚拆掉了水泥牆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公園 就是好像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有建國畫室旁邊 又有多了一座公園 就是文化部的那個當代文化實驗場 然後我們是在其中一個角落 那這個角落呢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的公共藝術 很多都是喜漢兒朋友們畫出來的 那他們就是看到像這個足球場就是 就是像我看到的世界 我腦裡面都是一些什麼UML之類的 什麼範籌論啊 什麼這些東西 就是非常抽象的東西 但是喜漢兒朋友們看到這個世界 不管他們年紀多大 他看到的其實都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範谷 就是一種geometric topological connection 一種拓譜的一種聯繫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並不區分年長者跟年輕人 本來我的辦公室 它的對面有一個叫做行政院清創基地 青年創業的一個基地 然後那個網站叫青創圓夢網 那我就真的親眼看到那時候 我才剛進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概可能五六十歲的一位朋友 他可能也有一些創業的想法 一走進來看到青創基地四個字 掉頭就走 然後我就追出去 他說這個就不是給我們 對 那當然這是不對的 所以後來我就立刻就改了 這個accountability 就是馬上要承擔要給出腳蛋 所以隔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青創基地那個字就被擦掉了 現在那個地方叫新創基地 那青創圓夢網 這個網站已經不存在了 它叫新創圓夢網 那後來民間組織 就是支援我們很久的青創總會 它有非常久的歷史 也經過了他們的會晤的程序之後 現在叫做新創總會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對我們來講做新創的朋友們 其實講的年輕不是講你的年齡 而是你的這個start up的年齡 只要你現在開始這個主義 不管你用合作社型態協會 基金會或者是公司合夥 什麼等等的型態 任何型態 只要你想要做社會創新 而且你成立五年以內 你都算是start up 那但是我們並不是問說 那個創辦人的年齡是幾歲 而是說你的這個idea的年齡是幾歲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輕盈共創就變得特別容易 我們在join的那個公正社 網路產品平台上面 最active的朋友 其實是15歲或16歲 以及50歲到60歲 對的這兩個年齡層 為什麼因為他們時間特別多 那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們也很關心環境 很關心下一代 所以十五六歲的朋友們 指出一個向量 好比說要禁用塑膠吸管 然後五六十歲的朋友 給予他們能量 在那個不塑之客塑膠的那個社團 Line群組 做就是各種各樣的梗圖去轉發 加起來瞬間就達到五六千人 那我們現在就是 真的就是塑膠吸管 尤其在內容的情況下 慢慢就禁止掉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創意的空間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即使是外國的朋友們 這個也沒有分國籍 任何人都可以來這邊 找我講40分鐘的話 但是那個紀錄必須要公開上網 那外國朋友來這邊 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也都常常都靈感大發 比方說這個叫做 Stanik Kripp 他是布拉格的市長 是一個捷克人 是海盜黨的一個黨徒 所以是一名海盜 那這個海盜 海盜內閣就是他的局處長 上次來這個社會重新實驗中心的時候 他們看到寫漢人做出來那個Public Art之後 我們本來要合照 合照都排排站 然後拿個牌子 用去發展目標 結果他的局處長就 莫名其妙就爬到 攀爬架上面去 這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有人攀到那個攀爬架上面 我們從來沒有測試過 他的那個承重 所以還好沒有摔下來 不然國際事件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在這樣子的一個氣氛底下 自然就會進入一個 輕盈共創的狀態 就不會特別去分你的人的年齡 而是這個idea他的年齡 好 那有其他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針對學校的諮商的能量不足的情況之下 像請問政委以資訊科技的角度來說 資訊人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特別是在偏鄉 為什麼那時候說越偏鄉越先進 這個是真的很有道理 因為從我自己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到不管多偏遠的地方 都有公用電話停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還不是CHT 還是電信局的時候 就有一個什麼不經濟地區公共電話 什麼設置辦法 那它的概念就是說 雖然你從那個地方 短期之內賺不了錢 但是通訊權是基本權 所以不在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有人沒有辦法 擷取到公用電話的話 那就是國家的責任 那是國家的問題 那在這個通訊權是基本權的概念下 當然我們現在有寬頻人權 任何地方都有 就是10Mbps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我的錯 所以之前在那個集中檢疫所 楊明山那個 有一個在那邊集中檢疫的朋友 就寫封信給我說 鄭文你不是說寬頻人權嗎 我們靠就是 靠山的那一邊 被別的建築物擋住 沒有人權 所以我檢疫14天 我收訊訊號非常差等等 那我就趕快跟他道歉 然後過兩個禮拜 就多一座基地台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就是說我們說通訊是人權 是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那在寬頻人權的架構之上 其實我們在通訊權上面 就可以架教育權 受教育權 然後跟健康權 那健康權跟教育權 其實這邊在講的就是 學校諮商 其實就是同時是 教育權跟健康權的形式 那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遠距的心理諮商 我覺得真的是很必要 那但是遠距的心理諮商 真的是建立在寬頻上面 如果沒有寬頻的話 那見面三分請 那你如果是用四局 然後那個還有lag 那你根本不知道說 他點個頭 是在點你這句話的頭 還是上一句話的頭 然後那個眼神都看起來 就是一格一格的 就是說別人以為 就是他在看你眼睛 但你看起來他在看你脖子 這種事情都是常常會發生 因為眼神沒有辦法聚焦 所以其實真的 5G的那個low latency 在這一點上是非常重要 就是它可以把 好像是光纖網路一樣的那種感覺 帶到戶外去 所以就算你在最偏向的地方 如果你收得到5G 或者是你有偏向專用的那些 光纖網路的話 我們花了很多錢去 部件那些網路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面對面 見面三分情 打了六折 七折 好 那至少有個兩分情吧 那但是反正現在面對面 戴口罩也是兩分情 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重見到 差不多相當於見面 這樣子的情況 那在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跟諮商師開始有 就是我們叫做report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互相連結 那其實我自己也有 就是從接觸佛洛伊德 拉綱 文尼考特 就是這些精神分析師 我本來是學術上的興趣 但後來就念這些學術的朋友 告訴我說你自己 如果不每個禮拜就是花四天 每天花四十五分鐘 躺在長椅上面 想到什麼講什麼 沒有經歷過精神分析的話 其實這些理論 根本都隔絕騷搖 你根本不知道這些大事 在寫什麼 所以後來我就跟一個 法國的精神分析師 一起工作了大概四五年 那真的就是每天台灣這邊半夜 他們下午的時候 我就用遠距的方法去進行 這樣子的精神分析工作 那當然就是入閣之後這個就停掉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我非常有幫助 就是我就開始了解到說 如果真的是低延遲高頻寬的情況下 真的就是心理諮商所需要的那種 互相相信的那種信任感 真的是可以透過遠距 可以建立起來 這當然是我們就是所有國家 就是必須要承諾的一個思想 所以其實我們在前瞻二年裡面 也有花很多的經費做這方面的事情 那也是讓5G在它可能在商業 就是右翼資本主義這邊 它暫時可能還沒有什麼商業模式的 這些start up 可以先在左翼的這邊 因為我剛剛講到通訊權 健康權 教育權 這個是在台灣刷健保卡 就是社會主義 只要刷就是金融卡的時候 才是資本主義 所以在這個就是社會主義的這一側 那我們先用國家的力量 因為5G的頻譜的標金嘛 頻譜是大家的嘛 所以多出了一大筆錢 都投入到這種關於健康 跟教育的偏向的事情上面 那可能暫時沒有business model 但它有social impact 證明了有social impact之後 慢慢business model它自然 就可以長得出來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 越偏向越先進 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政委 因為Q&A其實已經太多了 剛才我們後面的speaker跟我講說 需不需要把所有的時間留給政委